消费券 折扣券 贷金券 五一假期是传统的消费旺季 为促进消费回暖 北京西城区政府于近日发放了1.5亿元消费券 北京多家商场也同时推出打折返券活动 5月1号 记者走访多家商场看到 促销立牌遍布各处 不少品牌在自己打折的同时 也参与了政府发放的消费券抵现金活动 现在的消费券的话 我们是一千减三百 基本上是可以做到一个七折的活动 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品牌都是可以去使用的 我们将近投入了也将近50万的一个预算 一天的话我们发放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然后包括政府补助的话 我们发放差不多一千份的一个消费券 从消费券发放以来的话 我们基本上每天会有一个会员增加 招新的部分差不多都要两三千的一个人次 每天流水的话 疫情的时候大概在四五千的样子 现在的话应该差不多给有个一万五六或者两万 客流现在还是挺多 大概要上升50%的情况 春夏热买满千减百 七十五团一百 记者看到不少消费者用优惠券在商场里选购 说火泼风 是从那个长阳区特地过来 然后它自身的活动是七折嘛 然后我们又买了这个优惠券 优惠券便宜了三百多 一千六百一千七百块钱的东西 这样买下来的话 只要八百块钱就可以了 还是买买花算的 购物体验挺好的 因为疫情原因 然后大概得有半个月没出来了嘛 缩销力度挺大的 还打折还送一些东西 除了线下促销 五一当天也有商场开通直播云逛街 进行线上热卖 此外各大电商平台也在五一发放消费券 并开启双品节 五一狂欢节等促销活动 针对线上线下的消费券礼包大派送 专家指出 发放消费券的目的是为引领消费复苏 服装之类的呀 跟消费升级趋势相关最紧密的 这些可能是受到了影响的 而我们要进行消费券的发放的 主要的作用 可能是想撬动一个消费杠杆 引领就是说消费复苏 这样的一种目的 我个人认为五一的消费 应该还是有所回暖的 针对我们正常运营来说 五六月份我觉得可以恢复